報告 題目就是我們地震 地震司的火車主 不給我按摩 就是說地震司那邊有一個 地震整合資訊服務共享平台 那它其實概念上還滿有趣的 它自己來畫一個火車主的模型 模型的一個概念圖 就是說你有一些地震資訊 你可以借借它的資料 做一些進步的服務 如果你是像我關心共和土地板 會發現畫有兩個 然後你只要給它地號 它就會告訴你這個地號是不是共和土地 但是它這個服務就是只有給中央政府機關 然後它也不允許你去轉授權等等 那這樣的話就苦惱 就不能用 我一直以來都會想要關心共和土地在於說 中央國地憲法第143條 有前16個字叫做 領土內日土地屬於國民權利 但是這個事情 你就是還是不知道在哪裡 然後你問機關 它就是說 好像有什麼個資疑慮 不能公布共和土地的 就是國三署的規復 我覺得這是有點麻煩 那到底憲法143 你要怎麼樣把這個具體實現出來 那最近就除了從共和大城 我們之前有處理過天龍特工地 是14000底的台北市共和土地的第一號地圖 那開始也看到有許多共和土地 它經過一些程序之後 就開始蓋出一些奇怪的東西 所以公有資產 其實分成建築物跟土地 那資產的立體 資產當然就是建築物的地圖也好 或者是土地 這兩種資料來的話 那或許我們現在滿多社群朋友 他開始有幫忙一些環節 例如說一號可以轉成地圖 或者建築資料那邊是一個立體的這個模型 那以及像是混搭 或者是渦亂盛世跟願景工具 我接下來就快速的跳過 跳一些那樣的案例 那基本的一個想法是說 我們一定會覺得歷史資料 可是以前還是共和土地的狀況在分賣條 但是它也很值得在記錄 現在的共和土地 跟大家知道那塊土地的一些貢品跟新聞 以及它我們對大巨蛋有的 環島團聯合希望是一個公園 這樣的願景的規劃 甚至要進一步去進行一些行動 所以滿多的一些小工具我覺得 就好像是跟這個主題相關 例如說地號轉成地圖 這是在最近就是有一個新聞 應該不到新聞 就是說國參署他覺得 之前政治受害者的那個幕區是侵在這樣 就很麻煩 就是他也是你障在那邊的 然後Sherry之前有幫忙過 有地號就可以查到都市根的進度 然後也有朋友他畫了一個簡單APP的 Mogap 可以追蹤一些地圖 然後U-Map 我是初學的開始接觸這些東西 但是他有空文來幫助去 可以自己畫地圖 甚至是可以規劃一個空軍總部 如果你不要他是一個創業總部 那你當然希望他的一個表達 那可能還不到不同意見的協助 因為他大概就是一個人畫 然後像柏林的繩子 他是可以比較Bose-type 但是就是也滿有趣的畫的插圖 甚至具體 好 謝謝